观众朋友们很多都喊到锁 让他拿 还是已经有这个责力了 还是需要对于AR来讲 还是需要一些节奏 现在猴子和九筒形成双开团 努娜撑起中期的伤害 上路ZDZ的娜尔 那这样九筒中单了 是的 娜尔去对抗龟桑迪 这首Counterweight 其实我觉得拿的还是不错的 猴子过来了 要抓牙膏了 牙膏好危险啊 感觉这个位置 没错 三级的猴子就在脸上的 只出来了 直接打闪 如果高子哥 三级被打闪的话 后面的五分钟之内 得自己小心一点了 而且我们看下路 这个召唤人技能以及血量 刚才卢先是把隐燃给用了 把鹿鹿的治疗术给换了出来 猴区直接到野区 但是没有抢到 长手打短手 对抗阿兵的鬼伤兵 还想来抓中吗 隐身过来 有机会啊 三级是没闪的 但是螳螂也越了过来 要瞄准小号 群不好去斩杀他了 反而这个品贼也打不死 两个都是残血 下路也同时打了起来 最先队的很不错 闪现 但是Own也交出了闪现 没有A 下路就是路江 有引燃的 给奥哥上了引燃 奥哥把闪现给打出来 两边带在河道 也有遭遇 狐狸Q 排查一下 一个是A闪 进草头 这波薰打得很细节 再一个W 操作有点好呀 这波薰 是的 反应也很快 一个A闪进草 把自己猴子的伤害 给规避掉了 而且也把九筒的大招给躲掉 不过这波螳螂是 可以带着安妮一起来下的 这两个人怎么还不走啊 还在压制 想摊肚层了 跑不了了呀 知秋一是没闪的 这个肚层已经摊出事了 薰已经来到了脸上了 要瞄准卢仙 卢仙是没有闪的 感觉两个都跑不了 炮起了 能让卢仙走吗 跳过来了 又给他手护盾 早上也走不掉 看看人头是谁的 终于 都有人头进账 安妮现在一套可能秒不掉人 只能打打先攻 但是提波斯出来了 先打你一套 卢仙身上有隐燃的 先给圣枪洗礼 纳美先把他治疗树抬口血量 熊的伤害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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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波斯 太敌 哎呀 金生拖了好长时间 对 金生还躲了个水炮 第一套伤害直接打满 本身卢仙觉得身上有个手隐燃 但是没想到有手提波斯啊 想留在原地压住安妮的起身 但是其实 九筒不太容易吧 九筒过来 要不要隐身出 招到了 但招到有点晚 而且大招没炸好 刚才熊其实挺细节的 他是跳到九筒脸上 想要去打异技能 水炮是被躲过了 大招开出来 但是猴子就在旁边 蹲付Elk 而且蹲成功了 直球翼 拿到人头 也是比较难操作的 上路 四刀一 ZDZ怎么办 能不能变大了 马上变大 武器还不错 还行 没有小兵了 马上变大 满路那没问题 是的 活下来了 小浩赶紧给掩货 猴子和九筒 也正在赶来中路的路上 但是因为有蓝色房的视野 并且中路直接在上方 放置了峡谷前锋 牙膏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看看两边 谁想先开团 都想开 看看谁的开团 更加的果断 朝鲜暴山已经开出来了 想瞄准则立 埃奥克的位置 其实是很差的 但是陆路有一种 疯狂的生长 这也给他生长了起来 品质是比较危险的 埃奥克松鼓可以时间收割 但是那一巴掌 直接把他拍到了墙上 或者跟上 附上的输出 将其带走 上门打破残局 支球硬是残血淘开 有AL是打了破一换三的 薰 散线QAW 伤害差一点 但是这里有人 还敢跳过去 有木刃 木刃 无法协计的状态 阿滨在配合 又是一个Q技能 把奈尔也收割 哇 薰这波也太果断了 哪怕你 上路阿滨 阿滨好像有点危险 要被单吃了吗 三环马上出来了 这一下能直接单吃 做的招 拿下终结 ZDZ 但他这波是没有TP的 正面还是要打一波4V4 那就看AL正面的4V4 能不能接住了 但是 ALK这波是没有闪现 会不会有伏笔呢 要看ALK的位置了 好了 随时准备潜入 九等值区顶堂了 没顶到 用双值打出了减速 没打出了扣着 堂能过来反跳 哇 这薰打得好骚啊 这波 ALK这超线爆线上去了 瞄准这两个人 小号已经率先被打残 平Z只能管不了队友了 上面安妮直接是单点 秒掉了纳美 直球1 牙膏还在追她 已经被堵到了 战争回廊的地方 人头要给谁 双Z在追她呀 太痛苦了 给防御塔吧 LK还是对位拿到人头 不想给猴子也在 哇 这波不想给AL打得也很坚决 纳尔的怒气一半 马上就可以变大 再拉扯一下就行了 但是阿兵也在旁边啊 阿兵这波其实是能够扛伤害的 先看龙是谁的 龙这里要拼成剑 阿兵进去 猴子可以把龙给拿下 打到本方的第三条龙 AL打的是相当相当果决的 而且拿下龙之后还能全身而退 阿兵的一方 拖到后期没有这个龙魂 一定是赢不了的 没错 掉龙的话就是掉节奏 是的 这把阿兵这个大招 又是把自己打残了 这其实也是 奎尚提比较尴尬的一个点 对 就你如果自己自身状态 比较好的情况下 你开大其实等于你 直接打了自己一套 开大等于打自己 对 AL正面的这波拉扯 其实失误都是比较多的哦 两边 高子哥大招空掉了 然后九筒的肉弹冲击 也那个空掉了 最后战场分为两开之后 双C开始追之抽意 而薰我们看这里是怎么死的 刚才镜头是没有捕捉到的 军是不是想 想操作一下 哦 九筒的一闪加大招 那确实没办法 没给你几乎 又是两边上单的缠斗 那马上就变大了 全胜姿态 哦呦 但是变大了 飞开 丢着了将棋砸死 ZDZ 真的是立大功了 两次单杀 两次单杀 正面 安琪下去开了 那位瞬间被秒 路线划布跟上 但是压哥 一要将棋带走 路线这个输出环境还可以 艾尔克已经被打残 但是他挺身向前 TBOS被处理掉 薰有闪现 有一个孤立无援 这个孤立Q马上将棋带走 直接打闪 薰根据一个闪现 再加孤立Q 砍下WQ 漂亮 哇薰 猴子应该是有点来不及了 有点赶不太上了 哎不过薰这边是 没有惩戒的 猴子并没有选择去尝试哦 所以标记还是顺利的 把大龙BUFF拿下来 这波ZDZ其实挺极限的 嗯 一丝血 极限变大 是的 哎躲过了一个Q3 有点帅 独口夺食啊 把那条龙给抢了下来 安妮的TP 找住的招 喜欢单杀是吧 摇人了 这波是全跑不掉了 真跑不掉了 我的天哪 欧恩也来了 皇冠一开 想要长枪 简术 再变养 ZDZ好能跑啊 不会真能跑吧 跑不掉了 两个直接开打 全是兄弟啊 阿兵在两T边 保一下中塔 但这个中塔应该是不好防守了 而且阿兵和薰两个人想 二打四 阿兵似乎想太多了吧 阿兵好像自己要被留住了 啊 主要他们这个正面四个人 谁被开都会被秒 对 有点扛不住的 而且安妮已经烧过来了 高子哥这把发育非常好 是 有帽子的安妮 这边逮到了阿兵 但阿兵很肉 想一打四吗 往后面交了一波闪现 要被纳尔一阵猛点 又要打了一波三环 阿兵现在血量已经很长了 可能要回家补给一下 但是他没有TP在正面 艾奥克 九桶一炸 把他炸到了更远的地方 反而安妮一波闪开 杀掉了下落双子 我的天 高子哥又开那波紧身 躲过了后距离一个大脑天空 安妮这波还活了下来 那儿被怀疑往回跳 高子哥这把直接上下落双子 变成了石膏 是的 那那个时候阿兵他们是 主动想去开人的一方 再看一下九桶这波 怎么没有开到哲力 开歪了反正 再看一下 哦是刚好阿兵克 他是往后一了一下 对 然后就到了牙膏的进场 大刀W直接推迟两个 而且自己还有精神 阿兵克现在就有双招了 有双招的Alt 这个就 虚拟已经绕到了上面 直接跳脸了 一个人跳四个 太嚣张了 而且他一个人面对比赛 又一个孤立Q 触发了木刃 击杀了九桶 刷进了E 接着往前跳 想留人 没有办法给标记牵扯 不想给 ZDJ直接踢了上落这波龙团 Alt虽然说少失去了九桶 但是想接 但是这是小纳尔啊 又是牙膏 完了 卢仙被秒了 秒掉了AB 而且他配合着提波斯 他直接要赶紧三个人 ZDJ好不容易赶到战场 又把闪现给交了出来 感觉得回来 就应手吧 开到了牙膏 开牙膏 牙膏过来反开 二脑天宫闹起来 有惊身啊 有惊身啊 而且安妮配合 他的伤害直接把路线 又给秒掉了路线 再次阵亡 滑步过来的 Alt交闪现 18 他居然交出闪现 被九桶炸开 但炸开之前 就已经秒掉了猴子 那中路有超级兵 感觉可以直接去一波了 标记 哇 标记 支持你的主基地 纳尔回过来 马上变大 纳尔能不能首加成功 四箭头的纳尔 背后的九桶 两个人很肉 可以变大 踏下排出 拍回来三个人 如来生长 能不能挽救世界 但是不行 又被客栏捏了一下 W拍过了 没办法 还是要被收割 成就了薰囊 Stroppable 我们要恭喜BLG 一直接游客 请不吝点赞 入当赏 血码 冰 入散 中碑 快点了 全部